Ladies and gentlemen 继两年前莱马开场之后 荣佐儿昨天风尘仆仆飞抵我国 今天下午一席桃红色的洋装 在首都一个购物商场为代言产品站台 也和久违的粉丝见面交流 荣佐儿一出场就先拿出手机 和全场粉丝来个大合照 过后更分享自己昨天飞抵吉隆坡国际机场时的难忘经历 昨天一落机 我帮粉丝就好像自己记者上身那样 就问了这个问题了 就问这个问题 很专业的他们 请问你最近的动态是什么呢 音场会什么时候呢 然后下年会不会呢 下年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呢 那我就会开一刻的给他们 知道粉丝如此爱戴自己 荣佐儿当场就为现场粉丝带来好消息 可以告诉大家听 那我都很想做show 尤其是下年是我入行20周年 那希望到时你们 昨天问我那些 全部都要过来看了 那如果看不到的话呢 我一定会来马来西亚 就全部演唱会了 爱旅行的荣佐儿还透露 接下来会考虑开拍旅游节目到处去玩 当然也不会忘了筹备新专辑 好好的回馈歌迷 MTV7综合报道 MTV7综合报道 我走了 太好 好 就是